作曲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2023年香港高級音響展又到了 我們先升音響大家應該不會陌生 就是這間S423 我們今年有一個全新的局面 除了我們在過去兩年做的法國Pokal 今年我們與一間集團旗下 另一個英國品牌Name Audio合體 我們從今年的8月份開始 這兩個品牌都會在CM3裡面出現 我們今年的工況部分 主要用了他們的旗艦Stament系列 這套前後級有什麼特別呢 它除了用一個直立式的設計 你看到它整個設計是幾滑時代的 雖然這個分底的直立後級 不是一個今天研發出來的產品 但是它給我們感覺到它的外觀造型 是恆久不變的 就算我們今天看或者十年後看 我覺得是很新鳴的 除了這個設計之外 我們今年也用了它限量版的黑膠唱盤 這個黑膠唱盤就包括了一個盤 鼻子、扣子和一個唱放 加上一個分體供電 這個現在已經絕了版 我們這一套唯一在行家裡發掘回來 想在今年的展會裡 我們同步做一個自辦 除了黑膠之外 今天我們就不用CD機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NAM Audio 現在應該做所謂高級級的CD機 就沒有了 我們用了它一個300系列的 全身的Streamer 叫做NS333 我個人是第一次在這個會場設計 我常常聽到的 我在這個設計過程裡面 我覺得很有驚喜 除了它的設計夠英俊之外 它出來讓我們感覺到的聲音是很相互的 但它給我的感覺和這部 之前說的黑膠部分 模擬部分是幾一致性的 如果我不告訴你我正在補照 我相信在明日開始的未來三天 我相信沒有人會猜到 我們在補什麼系統的示範 今天我們音響轉的喇叭部分 亦都用了Forkal的鱸椅Stella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翻了一對Gran 也是旗艦的 由於它離貨的時間 跟我們這個姐妹開設 是比較接近的 完全未熟熟 我們一向先生的作風都是 希望衛入零的發燒油 帶來有一定水平的陰氧效果 所以我們取死而抉擇之間 都用了這對鱸椅 當然我們在設計過程裡面 除了同事有些行家聽過之外 我們自己亦都相知滿意 希望在未來三天 就不會令大家失望 在明天開始一連三天 我Vincent都會在這間S423展放 恭候大家光臨 希望大家進來的時候 有什麼音樂或者什麼軟件 需要我們播放做示範 儘管開聲 我盡有滿足大家 拜拜 好 好 好 大家